这个白血病后期的女孩太可怜 就连洗澡都无法自己动手 需要家人的帮忙 女孩的背上全是疾病的痕迹 脸上满是疲惫的神情 已经昏睡多日的她精神状态越来越堪忧 泰莎逐渐变得失睡 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泰莎慢慢失去了食欲 所以她也愈发地没有力气 泰莎整天躺在床上昏睡 亚当日复一日地在旁边陪着她 亚当想起之前泰莎坐在她车上的场景 他们一起出去兜风 泰莎在前面紧紧抱住亚当 穿过草原农庄时 旁边一群漂亮的马匹跑过 似乎在和他们同场竞赛 多么快乐美好的回忆 再看看眼前昏睡的泰莎 亚当的心再次陷入悲伤 之前闺蜜找到泰莎 说她意外怀孕了 虽然闺蜜和男友已经分手 但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闺蜜最希望的就是泰莎能见证孩子的出生 约定泰莎当孩子的干妈 不知道泰莎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